大家好,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太可笑了,杨坤竟然脱关系,想在周深演唱会露面演唱 周深回应八个大字,网友解气 杨坤想在周深演唱会上露面,这个消息真的是让人觉得太可笑了 这位著名的歌手和制作人一直以来都是自己努力打拼 凭借实力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可是现在,他却想要通过脱关系来露面 这让人们不禁要问他到底是怎么了 据报道,杨坤为了能够在周深的演唱会上露面想尽了各种办法 甚至脱关系请求安排 然而这个请求被周深直接回应了八个大字 让杨坤颜面尽失,这八个字是什么 网友们纷纷猜测,有人说是不好意思,没有空位了 也有人说是自己买票像其他观众一样来听演唱会 无论是哪种回应都让杨坤尴尬不已 这个事件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大家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有些人认为杨坤此举是想要借周深的人气炒作 也有些人认为他只是一时兴起 想要在演唱会露露面 不过啊不管是什么原因这样的行为都让人觉得不太舒服 作为一位实力派歌手杨坤应该以自己的音乐才华和表现力来吸引粉丝 而不是靠这些小花招来博取关注 这次周深的回应虽然只有短短的八个字 但却让人觉得非常解气 作为一个音乐人周深一直以来都以自己的歌声和表演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他没有必要靠别人的露面来增加自己的人气 更不需要别人的小花招来补取关注 他的实力和表现力已经足以证明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和音乐人 这次杨坤想在周深演唱会上露面的事件 虽然让人觉得有些尴尬和不舒服 但也让我们看到了音乐人的实力和品格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音乐人的音乐才华和表现力 而不是那些小花招和炒作 说起老牌歌手杨坤 相信很多网友都不陌生 他曾是华语乐坛大佬级人物 出道多年相继创作出《无所谓》《空城》《那一天》等大火歌曲 更是包揽了很多音乐类的大奖 当年仅凭一首歌《无所谓》 进入华语乐坛的杨坤堪称乐坛著名歌手 不过他最突出的表现还是于在《中国好声音》中担任音乐导师 一时间成为了所有人都敬重的前辈 但印象最深的还是《好声音》最三人组 杨坤 纳英 汪峰 坤哥的经典名言 今年我要举办32场演唱会 但据说32郎的承诺从2014年就一直兑现 如果要说杨坤最尴尬的经历还得回到2021年 当年的一场商演上主持人在台上大喊 杨坤 杨坤 观众在观众席上高喊 刘德华 刘德华 这一声呼唤主持人让杨坤老脸丢尽了 但昔日的坤坤为何沦落为落伍歌手 歌迷对他的讽刺又从何而来 一 攻击刘德华 最让歌迷愤怒的是杨坤对刘德华的质疑 杨坤与网友的恩怨源于他直播间里的一句话 严格来说他不是歌手 就是这样一句话将杨坤推上了网友的嘲讽浪潮的顶峰 攻击他的言论和文章也不少 甚至有网友开始直接讽刺地问杨坤 杨坤是谁 但平行而论刘德华的音乐作品只有一首《忘情水》 因为音乐奖项都是最佳销量奖 不过杨坤的音乐作品也不少 其中无所谓 木马仁都是非常有名的专辑 他获得的奖项都是最佳歌手奖或者金曲奖 另一方面 刘德华的演艺生涯则完全不同 他不仅主演了大量的影视剧 还有《拆弹专家》《堵城风云》等著名作品 凭借出色的演技和出色的演艺 多次获得最佳男主角奖 仅从数据来看 杨坤确实是对的 而杨坤也很谦虚地表示他非常尊重刘德华 他的演技非常好 是一个好演员吗 但似乎有些网友只知道 刘德华哥哥样样都好 却不愿意接受自己心中完美的人是有一点瑕疵的 说实话 刘德华只能说是半个歌手 毕竟他的主业还是演戏 如果刘德华被告知停止演戏专注于演唱歌和写作 你认为他会这么做吗 杨坤也明确表示他并不是想污蔑一些网友心中的完美兄弟 而是客观评价刘德华的歌唱水平没有演技水平高 但从中间的立场来看 杨坤和一些批评他的网友的出发点是完全相反的 出现冲突也是很正常 坤哥的观点是从专业音乐家出发及作曲编曲演唱出版紧密相连 人们依靠这种音乐谋生支持刘德华的粉丝认为 哦 我们哥哥唱歌也很好听 也有一些粉丝认为如果你批评我的偶像那你就该死 这就相当于一个吃饭的家伙和一个流量非常大去没有作品的人进行比较 谁会被取代 谁会不兴奋 刘德华看到此事发酵后也出来解释啊 大家都承认他的唱功确实不太好 还需要继续努力 真不知道有些粉丝还在喊着我哥哥是最棒的 他什么都能做 但如果有意义那就是你的错 我还真遇到这种粉丝啊 真心求杨坤委婉一点 至少不要和别人争论 只要说对对对就完事了 偷偷的说一下 四大天王中的半桶水就是指的刘德华 既然是半桶水 自然有的人喜欢 有的人不喜欢 那么请点赞的粉丝们保持初心 而不是虚张声势的战术来说 我哥是最棒的 来消除一切意义 我只能说啊 各位粉丝朋友们 你们可以喜欢 但请不要过分 一刀狼做不到 刀狼最快制人口的一首歌 相信很多朋友都还印象深刻 那就是2002年的第一场选 还有很多00后的年轻人 还没有及时知道刀狼的名字 而他们一定知道这首歌的名字 而这首歌的销量更是惊人 不仅远远超过了周杰伦的热门专辑 而且盗版更是满天飞 刀狼也因此赚了不少钱 为什么他的歌曲比歌唱三重奏卖得更好 他和杨坤一样从一个普通人做起 慢慢踏入音乐圈 但他的风格却与杨坤截然不同 另一方面杨坤的声音则比较沙哑 沉闷可以算是典型的高音演奏者 他还喜欢使用一些非常不同的演奏风格 这就导致很多人会唱刀狼 而不会唱杨坤 杨坤流行起来后 很多人都模仿他 但他们只是模仿他愤怒的歌声 尤其是他身上有中年男歌手特有的性感 是一般人无法模仿的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刀狼的音乐缺乏艺术缺乏内涵缺乏审美 而刀狼也分享了他的观点认为 好的音乐是要传播的 他的音乐是要感染人的 但三人团并不接受刀狼的说辞 于是网络上出现了杨坤的直言言论 这次小编也同意网友的说法 三人组确实非常挑衅 你可以看不起他 但你不能诽谤他 需要说明的是 三重与刀狼之间最大的矛盾 仍然在于销量问题 仅刀狼一张专辑 就可以碾压传统音乐创作者的销量 这可以容忍吗 这不是打纳英杨坤汪峰的脸吗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建议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